光顾着想严谨的事 车钥匙都没呢 不对 小艾没手机 小薇 你去哪儿 小艾去车里拿酒了 忘了带钥匙 我去 小薇 小薇 奇怪 小薇 鸡 半夜 你们清我的 又 plusieurs 黑的 范总不愧是范总啊 这么多私藏 你让我帮你什么忙 我让你帮我什么忙 小心点吧 看点车啊 这么危险 小极哥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问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带同事过来聚餐 还得感谢你上次送我的酒店券 这样吧 既然碰上你了 帮我一个忙 怎么样 帮你什么忙 我让你帮我挑一瓶酒 让我挑酒 我不懂酒 你不懂酒最好了 你要懂酒的话 万一挑一瓶很贵的 难其不是额心疼了 那我看着来了 那这瓶吧 这瓶酒 要是没记错的话啊 是我刚刚从国外费尽心机 给背回来的 你说你不会挑酒 看着不行 这瓶酒 这瓶酒 那我赶紧换一瓶 不用换了 挑酒跟挑人是一样的 你挑中这瓶酒 说明你跟它有缘分 就像我认识你一样 也是有缘分 是吗 嗯 好了 你们就喝这瓶酒 你是要送给大家的吧 其实准确的来说 应该是要把这瓶酒 送给你的 马上 马上 你是我的贵宾吗 所以你的朋友也是我的贵宾 既然他们第一次到我这儿来 我就要尽地主之意 好好招待他们 你说的 不行 不行 我们这次来 本来就用了你的礼品券 再拿你的酒太不好意思了 如果说你真的要感谢我的话呢 你可以请我吃饭 那如果说你再要推辞的话 我就要怀疑 你到底是不舍得喝这瓶酒呢 还是不舍得请我吃饭 我当然舍得 我肯定得好好找一个地方 能配得上我们 小七哥的品味 那 我是会谢谢你啊 我赶紧跟大家说一声 我手机呢 喂 喂 喂 师傅 您给我打电话了 你在哪儿 我在地下停车场 我刚才手机掉了 我刚找到 我问你刚才在哪儿 我刚才来车上拿酒 但我忘带车钥匙了 咱们大家会儿一块儿敬宽总一杯 好 谢谢 来 师傅 师傅到底去哪儿了 晓晓 还喝吗 不用了 我还有 有个事我帮我问问 你去拿酒帮带车钥匙 明晓时候来给你去送车钥匙了 怎么和你一起回来的是范总啊 你是说他去停车场找我了 不然呢 这样吧 这两天我安排一下煮煮 然后敬一下地主之仪 要是各位有时间的话 就希望各位赏脸 咱们正好一下 信不信 不好意思 我去趟洗手间 你们先吃啊 关总 咱们再走一个 来 谢谢啊 谢谢 您拨上的号码转询无人接听 师傅 原来你在房间啊 你刚才去哪儿了 怎么突然受伤啊 我去找你的时候 遇见一个人的宠物被拐走了 所以一时情急就追了出去 就为了一个宠物啊 你这做事太欠考虑了 一点都不像你 是啊 脑子一热就追了出去 什么也顾不上了 那那人的宠物找回来了吗 那看来那个宠物得好好感谢你 那你说 他应该怎么感谢我 他能怎么感谢你啊 我不在这儿照顾你的吗 就倒是替那个小东西 对你表达感谢吧 师傅 你今天受伤的时候在想什么 那只宠物 不应该想很重要的人吗 这也是我的疑问 是吗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 对哪个人这么紧张过 其实有的时候 对某些人某些事 牵动情绪 也是一种很值得尝试的体验 我早就尝试过了 那这很比我以前了吧 可是感觉并不好说 为什么 你们陪我一个人 你就会害怕失去 我不想让自己 变得懦术 那也是我说 正常的意思 你呢 叫秦柔 就是这个 他的演唱 叫秦柔 就是这个 他在一个人 叫秦柔 有点说 有点说 我还要有点说 有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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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呼 呼 聽內心的聲音 帶著我將無愛破開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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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